好 下我们看一下第二章 基本民事法律制度 想看考试情况 最近三年本章的平均分值三分 去年的话两份试卷 分值都是两分 各考了两个单选题 这个第二章主要题型是客观题 当然考试需要清楚的是 这个最近几年有案例分析题 部分考点归来自第二章 像17年案例分析题 它涉及本章的可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 然后18年的案例分析题 涉及本章这个单方民事法律行为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个本章基本情况 本章分成三个单元 总共13个考点 大多数考点需要大家准确理解 只有部分考点需要死经被 复习难度并不是特别大 复习本章大概需要四个小时左右 这个第二章考试的时候 不管是考两分 还是三点五分 还是四点五分 总之第二章 这个这几分需要坚决拿下来 咱们说过至少第一章第二章 这个教材必须要看一下 所以你可以先听课 然后呢把第二章听完课之后 再把第二章的教材再好好去看一下 然后看一下今年教材 它的主要变化是根据民发点的规定 对本章内容进行了多处技术性调整 核心考点并没有调整 只是一些技术性调整 例如以前规定是三个月 现在改成了90日 原来是一个月改成30日 像这些技术性调整 大家稍微注意一下就可以 考校看本章 基本结构 咱们上课呢讲三个单元 第一单元是民事法律行为制度 然后第二单元代理制度 第三单元诉讼时效制度 首先呢我们看一下第一单元 民事法律行为制度 上课总共讲七个考点 第一个考点民事法律行为 它的分类 然后第二个考点意思表示 这是考试的重点 第三个考点 民事法律行为的生效 第四个考点 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第五个考点 是可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 这一块是考试的重点 然后第六个考点 是效率待定的民事法律行为 这个也是考试的重点 然后第七个考点 是负条件和负期限的民事法律行为 首先我们看一下第一个考点 民事法律行为的分类 这个考点是三个型号 或者两个型号 这是诸块考生必须清楚的考点 首先呢我们看一下第一个问题 这个民事法律行为 它的概念 民事法律行为是民事主体 通过意思表示 设立变更 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 咱们前面这个第一章讲过 什么叫法律关系 所以这个民事法律行为 是民事主体 它通过意思表示 设立变更 终止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 然后定入两个解释 第一个解释 这个意思表示 是民事法律行为的核心 也是呢 民事法律行为 跟事实行为 相区别的重要标准 前面第一章讲过 这个法律事实 是法律关系 变动的原因 这个法律事实 包括事件和行为 然后行为 又包括 这个民事法律行为 和事实行为 因为这个民事法律行为 以意思表示为要素 事实行为 不以意思表示为要素 好 现在看第二个解释 这个民事法律行为 是有目的的行为 此处的目的 仅指当事人 实施民事法律行为 所追求的法律后果 他的目的是什么 是设立变更 或者终止民事法律关系 这是他追求的法律后果 不包括行为人 实施行为的动机 这个特征 使得民事法律行为 区别于其他法律事实 如侵权行为 这个侵权行为 虽然也产生一定的法律后果 但是呢 侵权行为 它的法律后果 并非由当身自己主张 而是呢 由法律规定的 这个区别 大家需要清楚 你稍微责问一下 这个侵权行为 它的动机是什么呢 它的动机 是追求 那个法律后果吗 它的动机 是想通过侵权 多挣点钱 但是你侵权行为 这是个事实行为 由你搞事情 所以需要承担 一定的法律后果 这个法律后果 并不是他想追求的 但是呢 这个侵权行为 这是违法行为 它这个法律后果 是由法律规定的 这个怎么清楚 好像我们看一下 去年考的这个单选题 他说根据规定 下来关于民事法律行为 概念的表述中 正确的是什么 看选A 他说民事法律行为 包括事实行为 这个说法是错的 因为这个民事法律行为 跟事实行为 是两个不同的类型 谈不上 谁包括谁的问题 再看选B 他说民事法律行为 以意思表示为要素 这个说法是正确的 选C 民事法律行为 包括 侵权行为 这个说法错 因为侵权行为 它是一个事实行为 然后选项D 民事法律行为的目的 是指行为人 是指行为的动机 这个说法是错的 他们前面解释过 所以这个题 只有B的说法正确 选B就可以 而且这是个单选题 不考数字 四个被选项 找一个正确答案 实际上难度并不是特别大 好想要看第二个问题 是单方民事法律行为 和双方民事法律行为 这一块是考试的重点 大家必须清楚 首先需要清楚 什么叫双方民事法律行为 是指两个当事人 意思表示一致 才可以成立 例如说A跟B之间 它签订的是 一百万的买卖合同 你稍微琢磨一下 什么叫合同呢 和双方的意 双方意思表示一致 这个合同才可以成立 再看什么叫多方民事法律行为 指的是三个以上的当事人 意思表示一致 才能成立 例如ABC 他们三个定了一个合伙协议 只有三个人意思表示一致 这个合伙协议才成立 这个是基本常识 观念看 什么叫单方民事法律行为 它是指根据一方当事的意思表示 就可以成立 根据一方的意思表示 就可以成立 例如定立遗嘱 撤销权的行事 解除权的行事 效率待定行为的追认等等 都叫单方民事法律行为 所以看到这你需要这么清楚 A 把自己关到黑屋子里边 他定了遗嘱 根据他一方意思表示 这个定了遗嘱 这个行为就成立 尽管遗嘱的内容 他说A去世之后 将全部财产都送给隔壁老王 但是呢 需要老王同意吗 不需要 只要根据他一方意思表示 这个行为就可以成立 所以这是单方民事法律行为 再看第二种情况 他如果A跟隔壁老王 他签订的是这个赠予合同 签订是赠予合同 既然是合同 只有双方意思表示一致 才可以成立 所以这个需要怎么清楚 什么叫单方民事法律行为 至少教材中 给的这几个例子 这个大家需要记住的 好下来咱们举几个题目 消化一下 现在第一题 他说根据规定 下来各项中 属于双方民事法律行为的 是什么 看选A 定了遗嘱 这是单方民事法律行为 选B 吴臣代理的追认 这是单方民事法律行为 然后选C 房屋的赠予 是赠予合同 只有双方 意思表示一致 才可以成立 所以这是双方 民事法律行为 讲到这儿 学生琢磨 到后边你不是说 赠予合同是单物合同吗 大家注意 它是单物合同 只有一方 承担义务 它是单物合同 但是毕竟这个赠予合同本身 只有双方 意思表示一致 才可以成立 它是双方民事法律行为 然后是单物合同 然后选项D 是委托代理的撤销 这是单方民事法律行为 所以这个题选C 就可以 好 下来看第二题 它说根据规定 下来各项中 属于单方民事法律行为的 有什么 选A 赠予 这是双方民事法律行为 选B 撤销 单方民事法律行为 选C 借贷 双方小切 借款合同 这是双方民事法律行为 然后选D 追认 这是单方民事法律行为 选B和D 就可以 好 下来看第三个 负担行为 与处分行为 首先我们看一下 什么叫负担行为 例如 说A的话跟B之间 它签订 100万的买卖合同 签订合同 大家注意 买卖合同 它是双物合同 就是双方都有自己的权利 和义务 叫双物合同 需要盯住 哪个环节 站在发货的角度 说A向B发货 A属于债务人 B的话属于债权人 谈到付款 是B向A付款 这回B是债务人 A是债权人 把基本的概念搞清 所以什么叫负担行为呢 是使一方相对他方 需要承担一定 给付义务的法律行为 叫负担行为 那么这种给付行为 它既可以是作伪的 也可以是不作伪的 可以是积极行为 也可以是孝极行为 咱们前面讲第一章 讲到那个法律关系的课题 包括物 行为等等 那个行为 可以是作伪 也可以是不作伪 因此这个负担行为 产生的 是债法上的 这个法律效果 它产生的是一个 债权 债务关系 产生的是一个债 可以是债务人 B是债权人 其中 会有给付义务的主体 是债务人 这个负担行为中的权利人 说B是权利人 他可以享有 要求旅行的请求权 就B 有权请求A 发货 没问题 义务人的旅行行为 是他的请求权实现的 重要前提 就是你的债权 能不能实现 你的请求权 能不能实现 要看A 是不是旅行 发货的义务 跟你的基本常识 并不冲突 再看第二点 这个处分行为 是直接导致权力 发生变动的 法律行为 他不需要 义务人 积极履行 几乎义务 这个物权变动 是一个典型的 一个处分行为 他直接引起的是 权力 这个变动 他不需要义务人 积极履行 几乎义务 这是他们的一个区别 好想让咱们举个例子 看一下 现在第一题 他说根据规定 下列各项中 属于民事法律行为中 处分行为的是什么 哪个是处分行为 选A 定立租赁合同 这是负担行为 然后选项B 是所有权转让 这是处分行为 选C 定立买卖合同 这是负担行为 然后选D 拆除房屋 大家需要清楚 不管是合法建造 还是拆除房屋 这个属于事实行为 这个民事法律行为 跟事实行为 是两个 类型 所以这个拆除房屋 人家叫事实行为 根本就不属于 民事法律行为 所以这个题选B就可以 好想看一下第二题 他说根据规定 说下来关于负担行为 与处分行为的表述中 正确的是什么 看选A 说负担行为 直接导致 既有权力的变动 错了 处分行为 是直接导致 权力变动 然后选B 民事主体 根据负担行为 所负担的义务 说不包括 不作为义务 这个说法是错的 因为包括作为和不作为 选C 说处分行为中的群里人 他享有旅行请求权 对吗 是负担行为中的群里人 享有旅行请求权 C的话 说法也是错的 然后看选D 说负担行为产生的 是债法上的法律后果 这个说法是正确的 所以选D就可以 什么叫负担行为 什么叫处分行为 大家必须清楚 考校看第二个Code 意思表示 这个Code是三个型号 或者八个型号 这是主块考生 必须清楚的Code 现在第一个 民事法律行为 以意思表示为核心 这个意思表示 它分为无相对人的 意思表示 和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 包括两个类型 有相对人和无相对人 看下边的解释 注意这个解释 需要盯住什么 你需要分清楚 这个Code非常重要 首先前面讲 民事法律行为 咱们讲过 什么叫双方 民事法律行为 什么叫单方 民事法律行为 那么现在呢 对这个单方 民事法律行为 又包括 无相对人的 和有相对人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遗嘱行为 和抛弃动产 它属于 单方民事法律行为 它属于 无相对人的 意思表示 大家继续看 说撤销权的行使 和法定带领的 追认 这些 它属于 单方民事法的行为 但是它属于 有相对人的 意思表示 把教材中 给的这几个例子 必须记住 这个无相对人的 一个是 遗嘱行为 一个是 抛弃动产 有相对人的 一个是 撤销权的行使 还有一个 法定带人的 追认 正好是 四个被选项 给你考 多选题的时候 大家必须分清楚 好 下吧 看一下第二条 这个无相对人的 意思表示 表示完成时 生效 法律另有规定的 依照其规定 这个生效的时间 放一块 给你考单选 或者多选题的时候 比你清楚 再看第三 有相对人的 意思表示 又分为 这个对话的 意思表示 和这个 非对话的 意思表示 所以这个 需要分清楚 大家方向搞清 第一个是 无相对人的 意思表示 第二个是 有相对人的 意思表示 有相对人的 又分成 这个对话的 和这个 非对话的 这个意思表示 这个 基本的方向 搞清楚 那么现在 我们看一下 这个第一点 以这个 对话方式 做出的 意思表示 相对人 知道其内容 时 生效 再按第二点 以这个 非对话方式 做出的 意思表示 是 到达 相对人 时 生效 到达 时 生效 像 定例合同 过程中 这个 要约和承诺 均 到达 生效 受益 代理权 合同 解除 等意思表示 均采用 到达 生效 然后再看一下 第三 以这个 非对话 方式 做出的 采用 数据 电文 形式 意思表示 前提 还是 非对话 但是呢 他采用 数据 电文 形式的 意思表示 这个 相对人 指定特定系统 接收 数据电文的 该数据电文 进入该特定系统 时 生效 未指定 特定系统的 相对人知道 或者应当知道 该数据电文 进入其系统 时生效 当事人 另有约定的 依照去约定 就这个问题 不用去死背 约在后边讲 第四章 还会讲到 将要约 跟承诺 核实 生效 跟这个规定 是一样的 再第四点 以这个公告方式 做出的意思表示 是公告发布时 生效 这是意思表示 核实生效的问题 大家需要清楚的 然后再看一下 第四条 说行为人 可以明示 或者默示 做出意思表示 这个沉默 只有在什么情况下 才可以视为 意思表示 三种情况 第一个 有法律规定 然后第二种情况 当审约定 第三 是符合当审之间的交易习惯 只有这三种情况下 才可以视为 意思表示 看下边的警示 说根据民法典的规定 继承开始后 继承人 放弃继承的 应当 在遗产处理之前 以书面形式 做出放弃继承的表示 如果你放弃 必须明确表示 书面 明确放弃 如果没有表示的 沉默 法定沉默 如果是没有表示的 视为 接受继承 视为 接受继承 视为 接受继承 说了三遍 因为咱们现在呢 咱们祝快考试 不考技场的问题 但是教材中给的这个例子 需要记住的 然后第五条 说行为人 他可以撤回意思表示 撤回意思表示的通知 应当在意思表示 到达相对证之前 或者跟意思表示 同时到达相对证 他可以 想撤回 你撤回的这个通知 应当先到 或者同时到 他叫撤回 如果原意思表示 都到达了 都生效了 就不能再撤回 然后第六 对意思表示的解释 两个层次 第一 如果是有相对人的 意思表示的解释 应当按照所实用的词句 结合相关条款 行为的性质和目的习惯 以及诚讯原则 确定意思表示的含义 这是有相对人的 意思表示的解释 是必须按照所实用的词句 让结合什么什么 来确定它的含义 再看一下第二层次 如果是无相对人的 意思表示的解释 不能完全拘泥于 所使用的词句 而必须结合相关条款 行为的性质和目的 习惯 以及诚讯原则 来确定行为人的意思 真实意思 是什么 不能完全拘泥于 所使用的词句 所以这个区别 大家需要清楚 好 下个咱们举几个例子 消化一下 下个第一题 它是根据规定 下来各项桌 属于无相对人的 意思表示的 有什么 哪个是无相对人 看选A 抛弃动产 这是单方 意思表示 它没有相对人 然后选B 是授予代理权 授予代理权 你的向谁表示 要授予代理权 所以它是 有相对人的 意思表示 然后选项C 定立遗嘱 遗嘱行为 是单方 民事法的行为 它无相对人 不用向谁表示 然后选项D 是行使解除权 行使解除权的话 是单方 民事法的行为 但是它是有相对人的 意思表示 所以这个题 选A和C 就可以 好 下来看第二题 它说根据规定 下来情况中 沉默 可以视为 意思表示的 有什么 这个沉默 沉默是金 沉默在什么情况下 才可以视为 意思表示呢 选A 当事人 事先有约定 然后选B 法律 有名文规定 然后选C 符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习惯 然后选D 当事人 纯获利益 纯获利益后面会讲 但是跟这一块没关系 所以这个题 选ABC 就可以 好 小小看第三题 根据规定 下来关于意思表示的表述中 正确的是什么 选A 说要约 不属于意思表示 肯定错了 不管是要约 还是承诺 都属于意思表示 而选B 说继承开始之后 继承人 没有做出表示的 是为放弃继承 对吗 法定沉默 梅康斯 是为接受继承 然后选项C 以公告方式 做出的意思表示 公告发布时生效 这个说法是正确的 然后选D 说非对话的意思表示 属于无相对人的意思表示 对吗 错了 是有相对人的意思表示 分成 对话和非对话 所以这个题选C 就可以 好小看第三个Code 民事法律行为的生效 这个Code 是一个型号 或者半个型号 基础般 听一遍 靠前 不用多管 首先再需要搞清 这个民事法律行为 它的效率 包括四个类型 第一个是有效的 民事法律行为 第二个是无效的 民事法律行为 什么叫无效呢 自是无效 绝对无效 肯定是无效的 然后第三 是可撤销的 民事法律行为 什么叫可撤销呢 它一开始 是有效的 已经生效 但是并不是百分之百的 干净 有瑕疵 这是可撤销 最终的结局 它是或者有效 或者无效 然后再看一下第四 叫效率待定的 民事法律行为 效率待定 指的是一开始 它的效率 就是待定的 但是最终的结局 或者有效 或者是无效 因为如果有效 该履行履行 如果无效 自是无效 就不用再去旅行 这是基本的概念 让它后边会专门讲 先看第一个 民事法律行为有效 它的实质要尽 三条 第一个 行为人 具有相应的 民事行为能力 具有相应的 民事行为能力 他不要求 必须具备完全 民事行为能力 具备相应的 就可以 再问第二点 行为人的意思表示 真实 第三 不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的 强制性规定 不违背 公序 两俗 什么叫行政法规呢 第一两讲过 国院制定的 叫行政法规 然后再看第二个 是行事要进 像第一条 这个民事法的行为 它可以采用 书面形式 口头形式 或者其他形式 什么叫其他形式呢 有一个推定形式 和沉默形式 讲到这个沉默 前面说过 沉默在什么情况下 才可以视为意思表示呢 只有那三种情况下 才可以视为意思表示 然后什么叫推定 推定的话 大家需要搞清楚 啊 比如 你去一个超市 戴着口罩 然后呢 拿着个冰棍 从冰箱里拿了个冰棍 到前台付款 你根本一句话没说 但是你拿冰棍 准备付款 实际就代表了 意思表示 表示你想买冰棍 想结账 所以这就是一个推定形式 推定 你是想买冰棍的 在这个积极行为 你把冰棍拿出来 去结账了 这推定啊 它是一个积极的行为 然后沉默呢 是啥都没动啊 这是一个啊 这个消极的 消极的不作为啊 但是沉默 沉默的话呢 一般情况 他不是意思表示 但是什么情况下 才视为意思表示 前面说过啊 这是关于这个有效 他的实质要件 和形式要件 好笑看 第四个考虑 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这是三个型号 必须掌握 现在第一个 无效民事法律行为 他的特征 三个特征 第一个 自视无效 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从行为开始时 就没有法律熟立 一开始就是无效了 再问第二个特征 当然无效 不论当时人 是否主张 是否知道 也不论 是否经过人民法院 或者仲裁机构的确认 该民事法律行为 当然无效 然后第三 是绝对无效 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它绝对 不会发生 法律效率 不能通过 当审的行为 进行补证 不可能 闲于分身 然后看一下 我们的解释 他如果当审 通过一定的行为 消除无效原因 实质有效 这不是对无效民事法律行为的补证 而是消灭旧的民事法律行为 成立新的民事法律行为 它不能补证 所以这个概念 大家需要清楚 咱们举个例子看一下 它说根据规定 下来关于无效民事法律行为特征的表述中 正确的就是 探选A 说不能通过当审的行为 进行补证 不能补证 这个说法正确 然后选B 其无效 需以当审主张为前提 这个说法是错 无论是否主张 都是无效 然后选项C 说从行为开始时 就没有法律述树立 这个说法是正确 然后选D 说其无效 需经人民法院 或者仲裁机构确认 对吗 无论是不是经过确认 它是当然无效 所以这个体 就选A和C 就可以 把这几个概念 什么叫自是无效 绝对无效 当然无效 这三个特征 小慧 再看第二个 无效民事法律行为 它的主类 包括五条 我们首先看第一条 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它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 百分之百 是无效 肯定无效 例如说A的话 只有 只有三岁 他是一个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他独立实施的 民事法律行为 说这个小孩 将他们家的房子 本来一千万 说坐假一百万 就卖给邻居老王了 那么这种情况 这肯定是无效 然后学生发愁的是什么呢 说把房子卖掉 我知道无效 但是学生老琢磨 他说这个小孩 如果是纯或利的 纯或利 或者与他的年龄 知力相适应的 还是无效吗 别发愁 你是初天老师吗 不是 你怎么照镜子 知道自己是一个考生 你是防守的一方 初天老师 是进攻的一方 首先我会告诉你 这块不会那么出体 如果真出体 就算纯或利 照样是无效的 别发愁 再看第二 违背公序良俗的 民事法律行为 无效 第三 行为人 与相对人 恶意串通 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 民事法律行为 无效 然后第四 是行为人 与相对人 以这个虚假的意思表示 实施的 民事法的行为 无效 双方 都是虚假的 意思表示 第五条 是违反法律 行政法规的 强制性规定的 民事法的行为 无效 但是 说该强制性规定 不导致 该民事法的行为 无效的除外 学生就发愁了 说什么情况 除外呢 别发愁 上考场之前 你就把这个条文记住 就可以 除了老师在这一块 他也不会进宫 考完之后 非得 别的难受 非得看怎么回事 这一块清一里边 有两个例子 但是我不建议大家 考前去看 考完之后去看 都来得及 这是什么情况 是无效的 好想看一下 第五个靠底 是可撤销的 民事法的行为 这个靠底 三个型号 或者 三十个型号 这是注快考上 必须清楚的一个考点 首先我们看一下 第一个可撤销的 民事法律行为 与这个无效的 民事法律行为 它的区别 第一个区别 法律效率不同 可撤销的 民事法律行为 在撤销之前 已经生效 在撤销之前 已经生效 在被撤销之前 它的法律效果 可以对抗 除撤销权人以外的 任何人 什么意思呢 他已经生效 只有这个撤销权人 有一个发言的机会 如果撤销权人 不肯失 就按照有效的 去律行 而无效的 民事法律行为 在法律上 当然无效 自使无效 绝对无效 再看一下第二个区别 是主张权力的 主体不同 这个可撤销的 民事法律行为的撤销 必须由撤销权人 申请 人民法院 不主动的干预 什么意思呢 如果撤销权人 没去申请 人民法院 不能主动的去 干涉 去撤销 你必须有人申请 才可以 而这个无效的 民事法律行为 他的确认 因为他是 他是当然无效 无论是否主张 无论是否知道 无论是否经过 人民法的确认 都是当然无效 但是如果对无效的 民事法律行为 说就算你当事人 没有主张 没有申请 那这是人民法院 他可以在诉讼程序中 主动宣告其无效 这是可以 主动宣告其无效 这个可以 所以这个区别 大家就要分析 然后第三 行为效果不同 可撤销的 民事法律行为的撤销权人 对权力的行使 他拥有选择权 他知道之后 他可以选择撤销 也可以选择不撤销 他可以通过语言 明确表示 或者通过自己的行为表明 我不撤销 我给你钱了 该发货发货 该付款付款 在这种情况下 撤销权就消灭 他可以撤销 也可以不撤销 而且呢 你想撤销 有一个法定期限 如果超过这个期限了 你的撤销权就消灭了 就不能撤销 既然不能撤销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个行为将终局有效 什么意思呢 最终定了 他就是有效 不能再被撤销了 而且 可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 只要一经撤销 他就视同 无效的 民事法律行为 视同无效 他的效率 速给予 行为开始 只要被撤销 他从一开始 就是无效 这点搞清 这什么叫可撤销 而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呢 是自是无效 绝对无效 当然无效 在第四个区别 可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 其撤销权的行使 有这个时间限制 咱后边会专门讲 什么情况下 撤销权消灭 会讲一个91年的问题 5年的问题 它有时间 你超过这个时间 撤销权消灭 而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不存在此种限制 说就算这个行为 是八年前 发生的 照样是无效 跟时间 没有关系 好 下来咱们举几个例子 看一下 想想第一题 他说根据规定 下来关于可撤销的 民事法律行为的表述中 正确的是什么 选A 说可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 已经撤销 自是无效 这个说法正确 选B 说可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 在撤销之前 效率待定 对吗 说法错误 在被撤销之前 已经生效 然后选C 说可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 的撤销权人 只能选择撤销该行为 只能撤销 对吗 我可以选择撤销 也可以选择不撤销 主动权在他手里边 他选D 说法官审理案件时 发现民事法律行为 具有可撤销室友的 可依执选 主动撤销 对吗 如果撤销权人 没有申请 人民法院 不能 主动 干预 在这个题选A 就可以 好 小小看第二题 他说根据规定 下来关于可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的表述中 正确的是什么 选A 行为在撤销之前 已经生效 这个说法正确 他选B 说撤销权 可由司法机关 主动行驶 这个说法是错的 如果撤销权人 没有申请 人民法院 不能主动干预 选C 撤销权的行驶 不受时间限制 说法是错的 他选D 被撤销行为 在撤销之前的效率 不受影响 对吗 只要这个行为被撤销了 只要被撤销 他就视同 无效的 民事法律行为 素级行为的开始 从一开始 就是无效 所以这个题的话 就选A 就可以 这是他的特征 好想要看一下第二问题 是可撤销的民事法律行为 他的种类 种类的话 包括四个类型 第一个是重大物件 说基于重大物件 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 行为人 有权请求人民法院 或者仲裁机构 与撤销 例如 说A的话 是一个商场的收货员 本来这个东西 说标价是 7999 然后掩饰不太好 没看太清楚 他认为是 1999 把这东西 卖了币 在这种情况下 A这个行为人 他可以自知道 自知道之起 应当 在一年之内 平时 是一年吗 经济法会一点 跟不会是一样的 大家搞清 这一块不是一年 重大物件 重大物件的话 是从知道之起的 90天 90日 去年教材说的是 三个月 现在改成90日 是从这个知道 或者应当知道 这个撤销是有之起 开始算的 这是90日 然后再看一下 如果这个行为 自成立之起 超过五年的 这个撤销权消灭 这个五年的时间 是从成立之起 开始计算的 这几个数字 大家小口清 这是重大物件 再看第二种情况 显示公平 说一方 利用对方 处于危困状态 或者缺乏判断能力 等情形 说这是民事法律行为 成立时 显示公平的 他的识点 是成立时 显示公平 在这种情况下 受损害方 有权请求人民法院 或者仲裁机构 与撤销 什么意思呢 说A的话 掉水里去了 正发愁呢 然后这个B的话 从旁边经过 A请求B帮忙 B说 给你拽上来可以 你把你们家的房子 本来1000万的房子 说作家100万 卖给B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 注意站在B的角度 叫承认诸位 利用对方 出于危困状态 注意这个合同 在成立的时候 就显示公平 现在问题是 谁有撤销权呢 只有这个受损害方 只有A A的话 有撤销权 这个B的话 并没有撤销权 这点搞情 只有受损害方 有权请求撤销 那么这个撤销权 何时消灭呢 先看第一种情况 是从这个知道 或者应当知道 撤销是有知其 在一年之内行使 这是知道知其一年 然后第二个时机 如果这个行为 自成立知其 如果超过五年 这个撤销权 就消灭 这是什么叫 显示公平 再看第三 是写破 写破的话 不管是对方写破 还是第三方写破 是对方 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 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 这个受写破方 有权请求人民法院 或者仲裁机构 与撤销 所以这点需要分清楚 比如 说这个A A的话呢 它写破B 写破 说呢 你必须 说将你们家的 这个房子卖给我 否则的话 就公布你的视频 注意呢 谁搞事情A A的话是写破方 但谁是受写破方呢 这个B是受写破方 谁有撤销权呢 只有受写破方 才有撤销权 如果想撤销 撤销的话 大家盯住这个时间 这个时间也是一年 但是从哪开始计算呢 从写破行为 终止 是从终止止起 在一年之内 行使 是从终止止起 一年内行使 但如果自行为成立 成立的话呢 如果超过五年 这个撤销权就消灭 真是胁迫 然后第四指欺诈 那么欺诈 大家需要区分 两种情况 第一个 说一方 以欺诈手段 是对方 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 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 受欺诈方 还是受欺诈方 有权请求人民法院 或者仲裁机构 与撤销 只有受欺诈方 才有撤销权 再看一下 这个第二种情况 说第三人实施的欺诈行为 这个怎么去处理 讲到这儿的话 大家需要区分 这个第三人胁迫 跟第三人欺诈 它的区别在什么地方 直接举个例子看一下 比如说A的话 对这个B实施的是什么呢 是胁迫 A的话 胁迫B 说你跟C 签一个一百万的 买卖合同 这是第三人胁迫 是A胁迫B 让B跟C 签一百万的买卖合同 对这个第三人胁迫 站在C的角度 大家需要分析 不管他这个善意 还是恶意的 这个行为 都是可以撤销的 就是不管C 当时知道 还是不知道 这个行为 都可以撤销 这第一个判断 然后第二个判断 谁有撤销权呢 只有这个受胁迫方 只有这个B 才有撤销权 然后第三 B的撤销权 何时消灭呢 监视胁迫 胁迫的话 是从这个胁迫行为 中止 从中止之起 在一年之内 行使撤销权 如果则行为成立之起 超过五年的 这个撤销权消灭 就是第三人胁迫 这么处理 再看一下第二种情况 如果是第三人欺诈 这么处理 例如A的话 对这个B 它实施的是欺诈 什么叫胁迫 什么叫欺诈 这是小学语文老师 教你的东西 轻易里面有具体的解释 上课不用多说 A对B实施欺诈 然后呢 知识B跟C之间 签了个一百万的 白美合同 这是第三人欺诈 你需要盯住 这个行为能不能撤销 需要分清 这个C 善意还是恶意 如果C 善意 他不知道 C是善意的 这个行为 是不能撤销 如果C是恶意的 指的是他知道 或者应当知道 那这个行为 才是可以撤销 可以撤销 这是第一个判断 第二个判断 谁有撤销权呢 只有这个受欺诈方 才有撤销权 第三个判断 这个撤销权 何时消灭呢 所以这一块 还是从 知道执起一年 这是从知道执起 但是胁迫呢 是从胁迫行为 终止执起一年 然后相同的 都是自行为成立执起 超过五年的 这个撤销权 就消灭 所以大家把这个问题 真正搞清楚 才可以 然后第三 是撤销权消灭 什么情况消灭 咱们前面已经分别解释过 那四种情况 重大误解 显示公平 胁迫 欺诈 从哪开始计算 自己再看一遍就可以 老师没完 看这几个解释 第一个 这个撤销权 在性质上 属于形成权 冒出个新的概念 什么叫形成权呢 指的是 以撤销权人 单方的意思表示 即可产生相应的 法律效率 无需相对人统一 根据他单方的意思表示 就可以产生 相应的 法律效率 他不用看对方的脸色 这是形成权 再看第二个解释 这个撤销权 必须 以速行使 是由人民法院 或者仲裁机构 来做出 你是申请人民法院 去撤销 而且这个撤销权 有这个存续的时间 该存续时间 叫除斥取金 又冒出一个新的概念 除斥取金 那么后边讲 诉讼时效期间的时候 还会讲到 这个除斥取金 在第四 是法律后果 这个稍微看一下 第一 说无效的 或者被撤销的 民事法律行为 自使 没有法律约束力 只要被撤销了 因为它就视同 是无效的 民事法律行为 自使无效 第二条 民事法律行为 部分无效 不影响 其他部分效率的 其他部分 仍然有效 然后第三 民事法律行为 无效 被撤销 或者确定 不发生效率之后 例如 你这个负生效条件的 民事法律行为 负生效条件 最后那个条件 他没生效 在这个民事法律行为 他确定 不发生效率 在这种情况下 说行为人 因该行为 取得的财产 应当于返还 不能返还 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 应当折家补偿 有过错的一方 应当赔偿对方 由此所受到的损失 说各方都有过错的 应当各自承担 相应的责任 法律 另有规定的 依照其规定 稍微注一下 这块要考多选题 跟你的基本常识 是一致的 好笑 咱们举两个例子 再消化一下 先看第一题 说齐某 在路边 摆放一尊 廉价够得的 就铲除石雕 本来一块破石头 但是冒充 这个 他冒充 玉雕 等待买主 这是欺诈 然后甲 曾以五千块钱 从齐某处买过一尊 同款石雕 发信被骗之后 正准备跟齐某交涉时 乙过来询问 然后甲的话呢 这个人又笨又坏 他有意让乙也上当 以便讨好齐某 要会自己被骗的款项 未当齐某开口 便对乙说 是假对乙说 但是齐某在边上了 他想讨好齐某 他说呢 说我之前在他这 买了一个玉雕 转手就赚了八千块钱 这个你不要 我就要了 乙的话傻乎乎的 信以为真 以五千块钱 赶紧买下这个破石头 根据规定 下了表述中 正确的有什么 看他这个题 大家需要瞩目 这个题呢 他考了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是这个甲 跟齐某直接 签的这个买卖合同 签这个合同的时候 谁是 这个被欺诈方呢 甲是被欺诈方 所以甲有撤销权 齐某的话 并没有撤销权 这是第一个合同 但如果甲 想行使这个撤销权 这个时间应当自知道之起 在一年之内 行使 如果自行为成立之起 超过五年的 这个撤销权消灭 这是第一个合同 然后第二个合同 是这个甲 他作为第三人 甲的话呢 对乙 实施欺诈 然后让乙的话 跟齐某之间 签订 这个买卖合同 这是第三人 胁迫 还是欺诈呢 第三人欺诈 既然第三人欺诈 所以你先告诉我 这个合同 能不能撤销呢 如果是第三人 胁迫 不管这个 主要 不管齐某 善业恶意 都可以撤销 但是这是第三人 欺诈 欺诈的话 所以就需要分清楚 看齐某 如果当时知道 或者应当知道 这个行为 就是可以撤销 如果不知道 就是不能撤销 因为齐某 就在边上 所以他是 应当知道 所以肯定没问题 第一个判断 这个行为 是可以撤销的 然后第二个判断 谁有撤销权呢 只有受欺诈方 只有这个乙 才有撤销权 齐某 没有撤销权 假 也没有撤销权 在你乙的角度 如果想撤销 撤销的话 这个时间 是从知道之起 在一年之内撤销 如果自行为成立之起 超过五年 这个撤销权就消灭 你把这个题目 搞清楚了 然后后面那几个选项 我就怪着 他说了自己去看一遍就可以 这是两个合同 两个民事法律行为 谁有撤销权 然后呢 考的是第三人欺诈 还是第三人胁迫 这个需要很清楚 好 下午看下第二题 说假 准备购买以收藏了一幅名画 以不同意 假的朋友饼 得知此事之后 找到以说 他如果你不讲此话 卖个假 就公布你的不雅视频 以被迫 跟假定立买卖合同 说假对此 并不知情 说根据规定 哪个表述是正确的 所以看到这种题 还是一边看题 一边在操纸上 把当事的关系 搞清楚 需要分清楚 这个饼 饼的话呢 对谁胁迫了 饼是胁迫乙 让乙的话 跟假之间 签的这个买卖合同 这是第三人胁迫 还是第三人欺诈呢 第三人胁迫 既然是第三方胁迫 所以站在假的角度 不管他是知情 还是不知情 首先 这个是可以撤销的 就是第三人胁迫 跟善意恶意 没有关系 第一个判断 该民事法的行为 可撤销 然后第二个判断 谁有撤销权呢 只有这个受胁迫方 只有这个乙 有撤销权 假跟饼 并没有撤销权 就是第二个判断 第三个判断 他的撤销权 何时消灭 这是胁迫 胁迫的话 这个时间一年 从哪开始计算呢 是从知道吗 是从胁迫行为 终止止起 年内行使 如果自行为成立之起 超过五年 这个撤销权 消灭 实际上你把这个考点 搞清楚 多做个题 少做一个题 实际上区别并不大 所以我们一开始 讲前言的时候 肯定说过 希望大家 别本末倒置 你先把考点 做不清楚 然后通过 做几个典型的题目 的确有 有助于 大家 对这个考点的理解 但是呢 如果考点不会 想通过刷题 就通过 筑块经济法的考试 门都没有 好 关于这一讲 就先到这儿